他自己長慢跟他講 因為他每次都說 智商比我高啊 或一些不懂的人生大道也在跟他請教 你這個人都要挑成自己是笨的 我一個代言的合約 然後呢 重點是 長期的 對是長期的 然後重點是呢 就後來有一天就發現 呃 呃 別的可能別的經紀人 他就突然傳訊息跟我說 欸 我怎麼在某某的 呃 產品上面有看到你的肖像 欸 他說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你新代言的嗎 我就想說 欸 他就傳給我看 我想說 欸 我沒有代言這個東西啊 可是 我的確有拍過這組照片 然後我就覺得行 我本來應該代言就是 對 我代言就是 對 我代言的是一個產品 謝謝